当然有些人对我们这个电话调查也质疑 说你这个录音啊 这如何证明你这个真实性啊 我告诉大家有几个方面 一 我们有打电话的电话公司的账单 电话号码和电话的通话的时间的记录 作为法庭的证据准备 第二 这些人你包括一下政治局常委啊 这些人他都有互联网上他自己公开讲话的声音 可以做神音的鉴定 第三 你像这些政治局常委 卫生部长 国防部长 如果是我们调查不实 他马上就会喊得全世界都是 你追查国际 专门调查中共活在法轮部学院 专门调查迫害法轮部的最近的 那你想一旦有不实之处 中共能轻饶了吗 当然还有第四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中共也出面为我们做了一次证明 我们调查舒适 下面听一下这个录音 就是广西民族医院的卢国平 广西民族医院的卢国平医生 就是被调查的医生之一 凤狂卫视节目采访了这个卢国平医生 卢医生在采访中 承认接到了调查员的电话 承认被问到了录音中的问题 但是否认自己做过那样的回答 他问我那边是不是用的是法轮功的那些器官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并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手术 不知道他们器官是怎么来的 这方面我没办法回答他 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们做的这些都是几种法轮功的 是不是 有些是法轮功 有些是家属捐献 那现在就是说 我想找几种 给我这七孩子找几种法轮功的 你不得他能帮我找到吗 肯定能够找到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说 你们以前用的法轮功供体是从监狱里面 还是从看守所里面拿的 他里面说我的回答是从监狱里面拿的 但是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这样 我的回答是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职制 我本人也没有这种职制 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这就是说你们以前用的 就是说是从哪里走 是看守所还是到监狱呢 监狱里面找的 监狱里 他那种就是 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健康的法轮功 对对对 肯定是学好好的 肯定能做完 因为这种东西 做了法轮质量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他说 那你们都要到监狱里面 自己去挑选吗 他当时说我的回答是对 肯定说要去挑选的 这个问题当时根本都没问到 没有那回事 那是都要 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 自己去挑选是吧 对对对 肯定挑选 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选怎么办 他肯定会让 他怎么会让 有法车在那里面 你怕什么 这种东西都用不到你们 当然全都是问题 他知道 他知道会是 给他这个区区关移植吗 他会知道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就是那就不让他知道是吧 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说服 让他说 他说你抽选干什么 那你怎么讲呢 哎呀 这个他们会有办法 这个不是你当心的问题 这个卢国平医生啊 大家听到了没有 他说话的声音是非常有特征的 是个接把 对不对 口吃 我们调查录音有半个多小时 这谁也不会捏造出来 而中共这个视频啊 这个录像啊 是中共我们报告发表了以后 他们对他一个采访 然后采访制成了一个录像 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上公开发表了 而且做成了光铁 在全世界的这个领馆发送 所以这就事实上 他为了这个反驳追查国际 他事实上呢 为我们追查国际做了一次证明 说我们这个调查是真实的 这个人接到这个电话 对不对 活摘机关是真实存在的 好 这是中共为我们做了一次证明 在下面 在我们调查过程中 当初有很多医院 直接承认有器官移植 用法轮功学院器官 所以我们列了20个20家医院 这两个表格 这个都在网上 这每一个医院都有录音 可以下载可以听 因为今天世界有限 所以只能悬一点片段 让大家听一下 再往下面 好 第七章 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个活摘器官的规模 到底有多大 好 再下面 根据上面的 多方面的证据 大家就感觉到了没有 这是由国家进行的 由最刚党局下的命令 动用了全国的机器 进行的一场 国家的犯罪 你看 这个器官移植 涉嫌参与 这个活摘法轮功学院的器官 据我们调查 有891家 分布了大部分的中国的领土 西部和东北部 西书 我告诉你 其实那里最多 因为那里 集中营都在那里 只是说它没有怎么报道 我们这个是根据它们的报道 好 再往下面 好 再往下面 这就是我们 这个 怎么样 确定它的数量呢 我们是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根据它的移植床位数 床位的利用力 和病人住院的天数 和他们自己报道的 它移植的能力 来估算 第一个医院 第一个医院是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我前面说了 详细 结果我们计算在这里说 它从06年 9月1日开始 由原来的120张床位 增加到500张 而且它的床位的周转率 是多少呢 它自己报道是131.1 为什么 这个床上每天有病人住 这就百分之百 对吧 它为什么还成了 多出了百分之百 131.1%呢 是因为病人太多 它就加床 走廊里加床 会议厅加床 而且在隔壁的一个宾馆里 包了一层炉 作为它手术之前的观察检查 或脱离险期以后的观察治疗 这个时间住院 所以它就比它的实际的编织床位 多了 超过了百分之百 它的住院 病人住院 总共平均呢 是25天到30天 好 我们来计算一下 如果按照500张床位 365天算 百分之百计算 30天住院最高天算 一年就是六千 为什么 500张床位 每天有人住 一个月不就是五百人吗 一年不就是六千吗 如果按照 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一 按照30天住院算 7975 如果按照 它因为它住院天数是25到30天 我们取一个中间数 28天 算 八千五百四十四 所以我们啊 追查估计啊 保守地给它按照五千算 就是一年 器官移植大约 五千 高分期大八千 这是第一个医院 第二个医院 下面一个 309医院 这也是解放区系列的 一个大的医院 它的床位是 393张床 我们按照百分之百的 床位住院的算 按照30天最高天数算 多少呢 应该是4781 我们保守地按照 四千里给它算 好 第三个医院 第三个医院 我举了一个什么小医院 就是荷兰省的 拱益市中医院 这个拱益市 是个什么市呢 是个县级市 他所辖的一个中医院 什么叫中医院呢 以中医 或中草药治病的医院 就根本没有做手术的 那个条件和资格 对吧 在2001年 竟然建立起了一个 相当规模的 肾医治中心 同时可以接纳 12个肾医治的病人 同时可以进行 八台肾医治手术 短短的几年之后 06年 这个主任李洪道 就已经做了500多例 肾医治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个什么现象 大医院在做 中等医院在做 小医院也在做 连这些不应该 做手术的医院都在做 大家回想一下 这有没有像 589年炼钢铁一样 钢铁公司在炼 生产队也在炼 全国的一个用动 这次的用动不是炼钢 是活摘器官 第二方面 就是媒体公布的数量 也非常可怕 中国经济周刊 公布 北京大学 2010年以前 就一年做过4000例 第二个 第二家医院 台湾有个媒体 叫中国时报 报道 说漳州一家医院 一年至少做3000例 这个医院讲的是什么 解放 南京就去175医院 第三讲 第三个医院 是光华日报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的 同进医院 一年是授予千计 再往下翻 好 再下面 这个第三个证据 第三方面的证据 是丹麦一个 中国问题专家 叫杨光 他国内公安部的 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 跟他说 说这些年来 广一般的医院 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就达50万以上 这还不包括 军队医院 武警医院 或大专业下的 附属医院 他有一个朋友 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 他们那个学校 两个附属医院 一年做三千多 两三千里 再下面一个 那么我们从这些方面 综合起来看 这个规模有多大呢 我前面说过 通过追查估计调查 现在我们拿到证据的 每年平均 两千里到三千里的医院 一年有多少呢 有九十六家 九十六家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以两千里算 就是十九万二千 一年 那么从两千年到现在 到一五年至少 咱们算 十六年 是什么概念 如果用三千里算 一年就是二十八万多 十年多少 两百多万 十五年 十六年是多少 这个数量大就 吓人 第二方面 我们调查 每年平均就四百例的医院 有多少 有五十家 还有四百零八家医院 没有直指 但是三家医院 也在开展器官移植 数量也很可观 还有一百三十五十三家医院 做器官移植的中小型医院 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贵州的总医师 这个中医院一样 这四项加起来 大家想一想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数百万 我们调查的这儿 我们都不敢往外说 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数量呢 如何鉴定它一下呢 好 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要找了一个 最直到情况的 执行江泽民这个迫害政策 最高权威人士 讲一下 核实一下 所以我们就对张高丽 张德江进行调查 严密观察她的行踪 我们终于抓到了 张高丽在访问 出访哈萨克斯坦的 那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对她进行调查 就是2015年6月24号取证 大家听一下张高丽的调查录音 李光联络员吗 你好 你好 你看那个张高丽同志在你附近吗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 那 那你看 对 张高丽说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总理现在还没到 张高丽现在还没到 你看什么时候到 他还得再过至少四十分钟 好 那我过一个小时打过来 五十分钟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再过了五十分钟 打过去 是李光联络员吗 我是刘秘书 张高丽好 张高丽同志回来了 张高丽同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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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好 我张高丽啊 这样的 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 这个 刘秘书你好 你好 江泽民同志呢 有几句话让我转告你 说最近啊 有上万名法轮功系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 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系练者 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同志 说追究江泽民同志下令 责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 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啊 他希望您呢 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 一定要阻止追究这件事啊 您能做到吗 好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追究几百万 这个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之间 是责任很大很重 您知道吗 您能讲的 我现在在哈特克时代 对 当下回去 对 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 这个是回去了以后这个事 您得要 去江泽民同志去抗军吧 好 还有一个我叫问一下啊 你说 还有就是现在 好 行 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啊 你要知道这个追究 江泽民下令 再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事 责任很严重啊 好 那行 那你这个事 那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回去抓紧啊 有还有一个 这个剩下的一些法轮功新链制也得处理好啊 不能处疲漏 好吗 那就这样啊 好 好 再见 大家听到了啊 这个呢是 2015年6月24日 我们啊 抓到了 张高丽访蒙哈萨特克斯坦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他的 在海外的这个联络的电话 和他的行程的世界和路线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去 核实一下这件事 听到了没有 四次 提问 问笔塔说 当时 6月24号 法轮功学员 有一万多名 法轮功学员向两高 起诉江泽民 控制他 靠台法轮功 对吧 啊 说下令 活摘法轮功学员 积占几百万 这件事 就四次提到 高丽 一 没有感到惊讶 二 没有感到反对 也没有变法 而是说 坚定地 要去阻止 一定 还要叫江泽民放宽心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感到心里对他 一心的 这是最高的当权权 在周永康当时 已经抓了 判刑了 他就是 现任 当任 在台面工作的 最高的民党 除了周永康就他了 但是当时 周永康 判刑的时候 其中说到了 他是从宽 判判性 是因为他有 立功的表现 那你想 这些人的立功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泄露 泄露出来 更多的内情 那内情 就必然是 要说到江泽民 那就有可能 肯定是有 关于活在机关这方面去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是不是江泽民 最想关心 给他们要布置 他们也最想关心 江泽民是怎么 给安排机关 我还告诉大家 在国内 政治局以上的干部 是不能随便用手机 互相联络的 只能用 红级 也就是内部的 保密电话 人工阶线 而且要记录 通话的时间 地点 人我 和主要内部 政治局的 最高领导要掌握着他 当然了 从表面上看是 关心他们 是保安 保证他们安全 但实际上 也控制他们 所以这些人 并不方便 但是在海外访问期间 这些就没有了 而且在他们最关心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张高丽就直接答应了 并且回去要做 回去我们观察到 就出现了 天津市那时候迫害就被假中了 这些事情 就是从这个上面 大家就听到了这个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好 我还要给大家说 这个活摘法轮功血液器官这件事情 还在继续 好 我跟你讲 2016年1月到6月 我们调查结果 我在这里说 我们一直到现在的调查 我只是说 说这一段时间 全国海在座 主要的城市在座 其中有些人也在暗示 过去是用法轮功 现在也还可以 更为严重的一个 是中共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610办公室的一个官员 叫周嘉宾 他公开高调查承认 活摘了法轮功血液 高预期的器官 并且说卖了 肆无忌惮 有肆无恐 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你把人器官摘完了 那就没事了 朱家宾哪 卖了 都卖了 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 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 那高预期 要是你的亲兄弟 你也这样说话吗 朱家宾哪 他不是人的 不是人的玩意 什么就脱了 长破度就栽了 就卖了 我跟你说 朱家宾哪 你呀 是610的头目 这国际网站写得很清楚 你知610就是 江自民当初镇压法轮功 镇压法轮功 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 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你知道吗 你们参与活摘高体器官 你还这样说话 你良心没有了 你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 你迫害好人 你把人家 你还这样说话 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 人生该有人性啊 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 你还还 你还这样说话 你们家的亲朋好友 你这样想吗 你要 你要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 上后有报 是天理 你知道这个道理不啊 不知道 我就知道 家宾卖钱 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你说 你这样 这钱你好花吗 啊 你们家的人 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 你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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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现在杀人偿命里 不是 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现在要有胆量啊 站在我面前 我现在把你活摘了 你 我跟你说啊 老子 老子外号 老子外号叫 屠夫 我跟你说啊 你还有人性吗 你还是人吗 下回吧 下回给我打电话 别叫我名 我改名的 我现在叫 屠夫 我跟你说 你迫害法轮功 你活摘法轮学 高一席的器官 一定要追查 你的刑事责任 你知道不 追查的 老子先下第一 老子怕啥 老子叫屠夫 你这样嚣张 你觉得没事管你了 是吗 谁敢管我呀 你知道法律 你就是法律了 是吗 你们这个610组织 就是凌驾于法律上 是一个违法组织 你这点 你这610 你当个头目 就无法无天了 你啊 我跟你说的 我没无法无天 我觉得挺好的 那没事 就吐露 吐露 就像载出去了 我现在过来先把毛剔了 把那个杜织活开啊 完了我需要用啥 我就 我就嘎啥 嘎完之后啊 你慢 多好 来钱多快啊 大家听到了 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这610官员 下面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器官活摘已经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 2013年报道 三十六岁的蓝童就被挖了双眼 啊 2009年又报道是流浪汉被杀了去了器官 啊 前不久 法国的广播电台 广播 有一个基督徒叫彭明的人 也被中共强摘了器官 还有前不久报道大家知道 这个聂树兵比中共暗需杀人 也被活摘了器官 大家想想看 中共把人变成了魔鬼 整个社会变成了地狱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谁有安全保证 再往下我还告诉大家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是中共杀人历史的延续 历史中共用动啊 是怂上 是中国有八千多万人死于非命 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还超过了 你比如说正反 土改 就五百多万人死亡 那么接下来的 这个三反 五反和苏反 有三十四万多人 文化大革命有两百多万人 死于非命 还有六四 有一万多人 接下来 大家想想看 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上 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 就是中共在几十年的杀人历史上 在政治上 思想上 社会环境上 和杀人的手段上 全部完善以后 所发生的 这是一个极端 所以我在这里 想各位也在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们 或继续住在全世界的同胞们 说一声 中共进入了中国以后 把中国已经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危险之中 整个人类的道德良知处于一个毁灭性的挑战 所以我呼吁啊 所有的中国人应该站起来 所有的人类都应该站起来 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的罪行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就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更多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你可以看追查国际 就是汉语拼音的追查国际的全称 你可以看 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提问 或者是举报信箱投稿 谢谢大家 谢谢在大陆的各位同胞 和全世界的同胞 好 谢谢王志远先生 王志远先生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相信大家听得也是非常的认真 我看到下面有很多的人在悄悄地抹眼泪 我的眼眶也是几次湿润 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人朋友在遭受的吐露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伸出双手 来制止这件事 那么接下来有一点时间 留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可以向汪志远先生提出您心中的疑问 您写成条子 然后由汪志远先生来解答 我们现在的网络上 已经有朋友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其中挑选了两个问题 其中呢 一个台湾电台的一个朋友 他说这个讲座非常好 希望下次呢 可以在他们当地的两个电台 就是央广台的南分台 还有湖北分台播出 让不会上网的听众了解真相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建议 另外呢 有朋友呢就问说 江泽民这么坏 他会被海牙的那个法庭审判吗 我不知道这滔天的罪恶 能大白天下 能受到清算吗 司法审判可以吗 中国人能接受吗 我们请王先生来解答 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非常好 这样的罪行能不能审判 我告诉大家 一定会审判 能不能揭开 很快就要揭开 大家看到 我今天系统性的证据 十年的调查 已经给大家开始讲 国内和全世界转播了 对不对 直播了 那么一旦曝光之后 全人类都要追究这个事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 所谓说中国人能不能接受得了 我告诉大家 一旦到了一天 所有的中国人 真正的燕黄之中 应该维持感到高兴 感到欣慰 松了一口气 就没想到 从欧洲来的 通过苏联转过来的一个共产党 把中国糟蹋成这样了 中共不是中国 不是中华民族的插幕 而是外国 欧洲 排卖过来 清除共产党 这是每一个燕黄子宋的心愿 一定会高兴的 不是不能接受 还有一个说 能不能 在曝光 能不能结录审犯 我还告诉大家 从现在的形势看 一个这个真相 会马上曝光 一旦曝光以后 参与的那些人里面 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 像辽宁武警一样 正义人士会站起来 很快把这个事情全部报告 那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包括就是现任当权者 也会积极地参与这件事情 如果他明智的话 从现在看来 执行江泽民政策的最高当局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央六亿林主任李东升 还有两个副主席 这些省部级的大批的官员 都风风落马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江泽民的政策 已经开始解体 会到完全解体 会到完全解体 会到再已经解体了 那么现任政策 有一旦政权稳固 又有民意反映这个 这个真相出来 他肯定会 严惩这个事情 而树立他的威信 对不对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再次也告诫了一些 参与这次迫害的人们 你们的世界不多了 一旦这个世界曝光 你们面临的就是认罪扶法 现在站出来 配合追查国际调查 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这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好 谢谢 还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 他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到底是活摘还是强摘 您给解答一下 这个是活摘 为什么 不是强摘 强摘什么呢 这个活摘啊 是活活地杀人取活人的器官 杀人的过程 而强摘呢 是强制地取了器官 倒不一定是杀人 为什么 你比如说尸体 对不对 他只不过没有经过家属 或者本人的同意 对不对 那就取了器官 这也是违法的 但他不是活摘 他是强摘 这个中共的代表黄杰夫在去年香港的这个国际遗址大会上反驳法轮功的指控的时候他也是反对活摘而承认强摘 从06年曝光以后 中共一直主动地承认他强摘了这个死酒器官 说没有活摘 这个法轮功学员或者异议人士其他人的这个器官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中共现在做的是活摘器官 是反人类罪 穷体灭绝罪 这活强摘不一样 现场的朋友有没有要提问的 没有提问 我还是把网络上的朋友的问题再给大家读一下 还有一个朋友他是问这个 他说 追查国际曝光这个 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已经这个十年了 为什么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 他对这个不太理解 您给解答一下 这我首先给大家说 活摘法轮功学器官 迫害法轮功是谁干的呢 是当中共 对不对 抓法轮功是警察抓的 你说家里丢了一个法轮功学员 就不敢问嘛 能敢问警察吗 能公开报道吗 哪一个记者敢报道法轮功学员丢了 这是第一 社会上不知道 而且第二 这个是官方做的 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不让这些消息传播 第三个 从数量上来讲 我告诉大家 几百万丢失 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乱红红的情况下 十四亿人口的 那是不像一个事 我给你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在当年 大家可以回忆到 这个希特勒 二战以后 大家发现 希特勒有计划的 把六百万 六百多万犹太人 屠杀在集中营里面 这个大家现在是全世界都知道 对吧 可是在当时 战前两年 柏兰有一个外交官 从集中营逃出来 自己抹了血液 混在那个死人堆里面逃出来 逃到华盛顿DC 给美国总统 给主流社会的一员 给好莱坞的明星 最后他们的大使陪着他 给美国的大法官 法兰克福去讲 他所见所望 没人相信 可是两年之后 联军打到集中营以后 才发现了这么一个惨烈的事情 在国社会上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 旧光奥斯维京集中营 就用进去了一百多万 联军去的时候 还剩下七百多 七千多人 这是历史的 惨痛的教训 六百多万 相当于当人时 波兰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四个人丢了一个都没发现 中国现在十四亿人口 丢了几百万 我想这个从数量上来讲 不为尽其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而且在这样一个封锁 这个集权统治之下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 请把您的条子给我按 这位先生他是提醒 遇会的民众千万别回中国大陆 否则一定会被抓 被问话 也就是说 可能会遭到中共的毒手吧 非常善意地提醒 因为中共 因为中共太邪恶了 通过汪先生的讲座 我相信 大家应该能归纳出一点 中共是魔鬼 太坏了 超出人类的底线 还有没有 这位先生就是说 中外古今数千年 没有哪个朝代不杀人的 但是呢 现在中共超出了 所有的历朝历代 所有的国内外的朝代 他们的那种邪恶度 所以 大家不要把中共想的 暂时就是这样 以后可能会变好 这位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千万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 中共所说的一切 都要反着听 好 谢谢这位先生 好 谢谢 好 这位女士 这位先生 这位女士 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她说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她说摘下来的器官 不知道有没有病毒 可用吗 汪先生您给解答一下 我刚才实际说到了 就是他们的医生 在论文里面报道 都是健康的 年轻的器官 而且呢 没有慢性病 传染病 还有没有脂肪干 甚至于有些 她的论文里面还讲 是没有不良嗜好 没有酗酒 我告诉你 这些年她就是抓这些 残害这些善良的修炼人 下面有一位朋友 他问习近平反腐 为什么不敢揭穿活摘的内幕 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 反腐可以应得民众的欢欣鼓舞 对吧 这个大家都支持的 这个是应该做的 他也做的 做的还很不错 可是呢 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不敢揭穿出来 因为这样惨烈的事情 一旦曝光出来 将面临着中共的彻底的解体 将面临着江泽民这个体系的 平命的反击 对不对 在习近平没有掌握好政权 巩固的时候 巩固还不是很巩固的时候 他必然先从民众最喜欢做的事情 做起来 一步一步地把威胁他的这些大官们 都砍掉 然后巩固他政权 我在想下一步也许他就会开始做这个事了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呢 他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这个要出来 肯定要引起中共的解体 那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 这是历史必然的竞争 不管任何一个领导人 他只要是抓这件事情 那必然是历史的工程 如果说维系着江泽民的这个迫害政策 那将必然是历史的罪人 我相信这件事情随都挡不了 一定会很快地曝光 而且得到彻底的陈出 现场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还在写 后面一位先生 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想 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直播 所以呢 很抱歉 很抱歉 这位朋友他是问 习近平和江泽民在法轮功上 是如何切割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情况 但是从现在看来 习近平一上代 首先解散了 解体了 这个关押法轮功的这个 老教授 对吧 我想这一件事情 应该是做得还不错 他呢没有直接参与 迫害法轮功这个政策 执行 制定 但是他也没有 目前还没有明确地说什么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这件事情来看 从大量的证据看 是江泽民发行 并且是江泽民那个体系 在一直执行到现在 当然了 现任当权 他也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 这个事情怎么发展 还有朋友 现场的朋友要提问吗 网络上还有朋友在这样问 就是说 中共活摘机关 为什么它有的不打麻药 这个是这样的 首先作为追查国际来讲 我们是用证据 事实是什么呀 就什么呀 那我们刚才听了 那个辽宁的警察 在政策里面就讲 没有打麻药 对不对 而且讲了其他的人 取胜的时候 也没有打麻药 全身出汗 都不吭声 对吧 第二个 前不久就大纪元新唐人 接出来的那个 在重庆的一个女士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也没打麻药 还有那一年 大家记得没有 媒体报道 温家宝 在两会期间 骂这个什么 薄熙来的时候说 说不打麻药 责任器官 私人干的事吗 就从这方面情况看 他们做的时候 就没打麻药 这是第一 从证据上来讲 第二方面来讲 我认为他为什么不打麻药 从这个证据 从情节上看 中共把活摘器官 不是作为像常规的 取器官做医治治病 是作为一个酷刑的延续 是个极端的酷刑 就像你说老虎邓 这些钉猪签 他给你打麻药吗 不打 但是那种情况下 酷刑都没有屈服他 让他能够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把你消灭了 江泽美当初定了三项政策 第一是鸣杀狗兽 第二是经济上截断 第三是肉体上消灭 他是执行有计划性的肉体上消灭 他的目的是把这些人消灭了 同时迅速地取下气管去卖钱 抹取暴力 取气管是种在这个气管 保证这个气管的质量 而不保证你提供气管人的损失 和正常取气管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迅速地划开 马上破开 把气管就取出来了 所以呢 他就没有打麻药 这是我的理解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提问也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汪志远先生 为我们做这样的精彩讲座 和这个回答问题 谢谢您 我的最后也给大家说一声 感谢到场来听的各位同胞 也感谢在大陆冒着危险 来听这个讲座的同胞 也感谢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站出来 来投入这件事情 制止这个反人类罪悪 这不仅仅是关系的自己 也关系的全人类 我们作为追查国际 讲一如既往 在全球范围内 彻底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 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失常团 必将追查到底 行天理 在线公道 匡复人家正义 这就是我们对人类的陈落 我们绝不食言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光先生 我记得刚才 在播放短片的时候 里边调查员说过这样一句话 善恶有报是天理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恶人几个不遭尊呢 我们看看大陆的周永康 薄熙来 李东升 徐才厚 郭伯雄 等等等等 我这名单我要数 数不过来 怎么样 这些人 都是追随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吉仙锋吧 双手沾满了鲜血吧 现在进监狱了 那些上吊的 跳楼的 引弹自尽的 所有为罪自杀的人 他们是不是遭了报 可是朋友们 他们在作恶的时候 迫害的是谁 是我们哪 大陆的空气被污染了 水质被污染了 毒食品 毒奶粉 所有的一切 没法吃 没法用 豆腐渣工厂 死了那么多的学生 豆腐渣工程 98年的大洪水 那么多的解放军 那么多的官兵战士 死了 白白地死了 大家再想想 为穷苦百姓 发生的那些律师 被迫害了 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被迫害的那些人 他们的房子被拆了 教堂被拆了 他们被迫害了 大家想想 这些人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们的亲人都在大陆 我们的朋友 也都在大陆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现在是在国外 跟我没有关系吧 大家想想 中共输出的迫害 孔子学院 远的不说 我们就说法拉盛街头的那些 那几个小丑 他们在干什么 严重地败坏着我们华人的形象 西方人怎么看待我们华人 通过他们身上 他们是什么眼神来看我们 我们没有在被迫害当中吗 中共太邪恶了 大家想一想 面对着这样的邪恶 我们能不发生吗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邪恶 面对着犯罪 我们现在还不出来 不喝止这件事情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们 大家还记得雷扬吧 前不久的案子 北京人民大学 一个非常优秀的毕业生 硕士 在北京是一个中产阶级 他曾经说过这样 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不关心政治 不过问政治 可是呢 你不关心政治 被警察 五个警察给活活打死 怎么说的 晚饭吃多了 噎死他 警察没事 面于起诉 如果我们面对着 这样的犯罪 面对着邪恶的中共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政权 还不出来 不伸出我们的双手的话 我们很难保证 我们不是第二个 第三个雷扬 需要我们每个人 伸出自己的双手 需要我们每个人 把自己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 来共同制止这场暴力屠杀 解体这个中共的邪恶政权 那就是在创造历史 在改变历史 那就是在书写历史 真的希望大家 能够共同来做 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在活动结束之前呢 我还有两个事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到这张表格了吧 我们是按电话 报警的讯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